狗狗作为人类最好的朋友 常常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惊喜和感动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只名叫波卡的 奶油贵宾犬的故事 看看这位聪明的小英雄如何拯救小主人 让我们再惊讶至于更加敬爱这些可爱的生命 大家好,我是狗哥,欢迎回到狗狗频道 如果你平常在家遇到狗狗无辜的乱叫 那么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大约在七年多前的某个晚上 四主林小姐刚把孩子按抚入睡后 就与先生坐在客厅看电视 然而当儿子入睡不久 他们家的狗狗波卡却突然开始乱跑乱叫 当时由于怕吵醒孩子 林小姐还气愤地追上前去 没想到夏淼却在儿子的房间 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一幕 原来当时四个月大的小儿子倒在床下 嘴唇发紫已经失去了呼吸 林小姐惊慌失措赶紧地抱起儿子 不断拍打儿子的背部经过抢救 这才让他恢复了呼吸 而这时波卡紧张地站在一旁 见到弟弟恢复了呼吸 也立刻向前关心 这一刻林小姐深感波卡的聪明和灵性 非常感谢她的拯救之举 如今儿子已经八岁 波卡仍是家中的小保姆 她随时关注着弟弟的状况 每当孩子睡觉时有任何的声响 波卡都会立刻交换家人 并查看弟弟的状况 看着两个孩子共同成长 互相扶持 爸妈悲感幸福 也有种感谢波卡一路上的守护 现在的波卡已经快十岁了 希望她和家人能够继续相依为命 共同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波卡无疑是家中的大英雄 狗狗的聪明和灵性 真的让人非常的惊艳 那么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于波卡的故事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那么我是狗哥 我们下回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